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欢迎回来TBS新闻大白话 我们继续来关注俄乌最新的战局 目前我们看到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他继续在脸书 这真的是一个新的作战形态 刚刚大家一直在谈 这个泽伦斯基因为网路目前还没有被封 他不停地在网路上跟大家喊话 甚至他在跟欧盟通话的时候 他也发布了这段影片 他说这可能是你们最后一次 看到我活着就像昨天一样 那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从远处看着是谁 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从远处看着是谁 当然讲的就是美国 那么他在广场上 他走到说不在 因为很多人传言说 他是不是已经逃出了总统府 不在基辅 也不在乌克兰任何境内的地方了 他没有 他说我就在这个 基辅广场附近这里 我留在首都 监守基辅 他发表了一段谈话 旁边都是他的内阁成员 那么二十五号 联合国安理会讨论这件事情 是不是要谴责乌克兰 俄国入侵乌克兰的事件 结果这个议案被否决了 当然在联合国安理会里头 俄国俄罗斯人案是主要的影响力 到了二十六号 德国要提供乌克兰五千顶军事 用头盔 记得吗 当时本来德国这个油管也是第一时间 相关的经济制裁里头 说我们要把这个管子 先停下来的是德国 但是要提供什么军事设备的支援呢 结果到二十六号就是今天 今天德国头盔才以卡车运出出货 才要送过去而已 这德国国防部长他所说的谈话 所以美国是在泽伦斯基口中 实际上最强大的国家 原初看着的这个拜登总统 其实他也很尴尬 一开始当他发布说 马上几月几号 俄罗斯就要攻打乌克兰的时候 没有实现第一次 第二次 大家还取笑他说你都骗人的 结果现在发现没有错 情报准了 但是当你发现了这个情报之后 所做的因应措施是什么 他说我们一个月后再来看看 是否奏效 所以战事在进行了 入侵已经在打仗当中了 你说我们的所有经济制裁的回应 跟效果一个月再看 没有人期望制裁 制裁可以阻止普清他的谈话 让大家觉得天哪 这是不是真的非常软弱的回应 也没有强力的跟伙伴站在一起吗 而白宫切割还切割了什么 包括了难民 现在欧洲最担心就是难民大量涌入 当然人道精神要想办法的接住 跟帮助他们 但是白宫的发言人莎琪说 记者问如何帮助难民 他说美国也想接受 但是估计难民应该更想待在周遭 国家和欧盟 不要来美国是这个意思吗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 连难民这一块美国也在切割 也没有打算要帮助吗 那么甩锅中国这件事情是 美国纽约时报的报导 美方三个月内六度希望中方 阻止俄国亲屋 希望他有个角色站出来 但是美国北京 北京并没有理他 那么最新的消息是说 习近平跟普丁也通话了 那么中方首度就乌克兰局势表态 那么不过据说这里头 谈到冬奥的还比较多 只谈到最重要的是 他愿意和平谈判 谈判的内容跟这个消息 如果说真的 如果在历史上面 中国可以止无止这场战争 说不定世界大哥 要换人做做看的 那么他在这场战争里头 再来扮演的是和平的角色的话 世界上对于他的评价跟看法 也就会不一样了 那所以乌克兰外长懊悔说 我不应该放弃核武的 如果美国见死不救 所以棋子变棋子 而台湾其实差点就要有核武了吗 那么却因为一场叛逃 毁了三十年计划 总之美国就连核电厂一样 他很担心台湾拥有这个 所有的核武的可能性 所以他是不愿意 也不希望台湾拥有的 而用核武是什么 就乌克兰的例子来说 他们就可能有抗衡 其他强权国家的能力 跟威吓的能力 所以这个漫画讽刺是说 包括了一九七五年的越南 包括二零二一年的阿富汗 那么到了现在的拜登 还在总统府里为乌克兰祈祷 所以美军的落跑历史 洋洋傻傻 台湾呢 我们不是说 今日的乌克兰 明日的台湾 但是警惕之心要有 还有当中所得到的教训跟观察 又是什么 华哥 我们先来看 就是乌克兰的外长讲那个核武 那我这边我念个一段 大家都大概忘记了 在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三日达成协议 乌克兰由一九九八年九月 开始销回本国战略空军的设施 美军提供六十亿美元的资金 那乌克兰这笔钱到了最后落到谁的手上 各位想想看 不是乌克兰 乌克兰为了偿还给俄罗斯的天然气 所以他销毁核武的钱 不是落入到乌克兰的口袋 而是到俄罗斯口袋 那销毁核武 大家都认为说应该跟俄罗斯有关 事实上是 美国 是美国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美国为什么不会援助乌克兰 原因非常简单 补给线太长 所谓补给线太长 他要从美国本土 当然他欧洲是有驻军 但是他这个欧洲驻军 在川普时代已经陆陆续续 撤离很多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缓不济及 我们第三个讲到难民的问题 现在普京陈兵乌克兰边境十六公里 他就要看你欧洲国家 尤其欧盟 你要不要接受这些乌克兰的难民 就是说现在估计大概是五百万 那五百万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大概波兰 他本身可以容纳什么 一百多万 好 其他四百万 其他四百万 匈牙利大概可以容纳五十万 那其他三百五十万 那你欧盟要不要 现在成了一个政治难题 那欧盟的意思说 这些难民我不要 那这些难民 你又不要难民 你又不愿意救助乌克兰 你老是在那边讲那个嘴炮 然后说去恐吓说中国大陆应该可以阻止 普京他入侵乌克兰 种种的原因 因为现在很多人分析 都是说经济原因怎么样 我现在告诉各位 发动任何战争都跟经济原因无关 偷袭政治管也跟经济原因那些 通通无关的 因为战争他考量的只是他的战略利益 现在普京这种做法 就是要叫哲伦斯基 你给我磕头认错 然后你还要保证下台 你更重要的是 你要给我一个承诺 不准加入北约 不是美国的帮派里面的议员 你应该要轻我俄罗斯 现在普京的立场那么清楚 那欧洲国家怎么支持乌克兰 那乌克兰 那你可以讲他悲壮 他用清兵器去对付重型武器 但是这种清兵器 确确的说 只是造成人员的死伤 对于大局无补 除非乌克兰人 全部都跟越南一样的 我跟你打地道战 丛林战 他又无险可守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我觉得乌克兰的战争 是很快就会结束 然后一切要按照普京的计划 那否则下一个目标 大概就是分人跟波罗的海 三小国了 董哥怎么看 其实你可以看战争到现在 全世界大概共同都有一个看法 就是说你跟人家打仗 没有人会帮你 那对台湾来讲 这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台湾人请注意 就是乌克兰正在做示范 而且只示范一次 请认真看 就是这样 我们过去疫情台湾很骄傲 台湾示范一次世界看好 我们就示范一次 你现在人家示范给你 过去那些盟邦 山盟海市通通没有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欧洲这些年来改变很大 他们到处去散发一种 他们欧洲式的民主 告诉人家你们 茉莉花革命 然后很多地方 很多长期执政的人就被推翻了 大家最清楚的就是 民主的价值很了不起 很多民主价值都了不起 都壮大 那埃及总统穆巴拉克 那些人都被推翻了 这是第一个 可是退翻以后 再来的政府有比较好吗 通通没有比较好 几乎没有一个比较好 对不对 最后都被军政府涨钱了 那其实这十年来 欧洲又做了一个很大改变 就是为什么 因为希利亚的难民 延延不断走进去 他用走就可以走进去了 每个国家都害怕 那你如果要看他的民情最简单 这些欧洲这些国家 几乎都是极右派的人当选 因为他的政见只有一条 季节接纳难民 不要让他们来破坏我们的社会 分享我们既有的富裕的资源 所以这样的人每个都高票当选 那当选以后你说 现在我们要不要去协助乌克兰 接下来我们要不要协助他们的难民 没有一个人敢出头 因为你就会漏选 很明显的你就会漏选 这十年来的态势就这样 欧洲的难民主要是西利亚 另外一波是从利比亚非洲那边 乘船从地中海上来进入意大利 所以他这两波被夹空 每一个国家都身为难民所苦 因为我进来我没有一级之长 我语言不通 那我去做一些比较杂比较低贱的工 还算运气好 如果不好的话 我们就去抢劫 就去偷窃 那我们被欺负的话 我们就结成帮派 就造成那个国家的社会问题 所以每个国家都胖 那现在的局势就是这样 所以各国都不会出手 要出手的话 我要开扇门的话 我将来我就后患无穷 就变成这样 那普丁显然他很清楚 就是说那乌克兰 乌克兰他总统他还在表演 到目前为止还在表演 我用网路我赶快号召你们赶快来看 一直散播他们正面的消息 那这些东西你可以看到 普丁一定是要求速战速决 速战速决的话 当然他希望能够兵临沉下 你接受我的意见 接受我的要求 那显然 哲伦斯基想再兜透一下 看世界上有没有什么反应 谁来帮我一下 帮不到嘛 你可以看到联合国都否決了 然后其他的国家 大家就好像你刚刚讲的 德国 德国是1月26号 所以要提供头盔 现在2月26号 2月26号 现在才哪出来要用 他那时候要提供的时候 乌克兰呛他说 那你再给我枕头好了 记不记得 他说枕头的笑话就这样来了 他们的国王部长说你给我枕头 那你可以看到光一个这样的资源 又不是真正的武器 你都偷偷拉拉 每个人都投鼠机器说 我们不要介入太深 时间有关系我们请市主编 目前美国已经公开在讲说 拜登讲我会再补助 几亿几亿的美金 去帮助给乌克兰 这个来得及吗 有用吗 其实现在对乌克兰来讲 其实这些都太迟了 这些都是应该要在军事冲突 发生之前来做 但是你看军事冲突之前 其实你可以看到西方这些盟国 他们对乌克兰这样 当然就是说今天 当然你说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 是因为有很多的历史渊源背景 然后导致于今天这样一个结果 但是在你事情发生之前 你这些欧洲的这些国家们 你哪有不知道事情最后 像你看美国不是一直提出战略事情说 俄罗斯解决部队 要这个可能要发动攻势 但是结果你并没有去把 那个泽伦斯基去帮他做一些 踩刹车的动作 譬如说让他能够在这个政策上来讲 至少就是说试图能够营造一个 跟那个俄罗斯可以谈判的 这样一个环境 那结果不是两边的调子都越来越高 甚至让泽伦斯基误以为 今天欧盟一定会帮助我 北约会帮助我 因为我可以加入他们 因为其实大家在2019年的时候 就已经2018 2019年 就已经很明确的把加入北约 这件事情写到宪法 那对于俄罗斯来讲 这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 你已经把这个调性拉到一个 就是说让俄罗斯一定会找时间动手 这样一个结果 结果你还不做准备 结果现在被人家濒临沉下 现在想要去跟人家和谈 然后想必他的俄罗斯的这个条件 绝对不会好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现在对那个乌克兰来讲 他真的其实是面对一个 进退都失聚的这样一个情况 对 美国说我有帮你 我到目前为止已经资助了 你至少十亿美金了 可是人后现在对方说 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 继续是军火 继续是甚至是军力的协助 而不是叫我搭便车 叫我现在马上离开 所以这是乌克兰 现在非常严重的困境 我们持续观察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